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Bloodstrap的图标和按钮的基本使用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图标的官方网站 我们点击Bloodstrap官方网站的上面的组件这个菜单项 然后再点击右边第一项图标 咱们看到了Bloodstrap给咱们内置了很多丰富的图标 我们直接引用图标的名称就可以把这个图标在网页中显示出来 接下来是按钮样式 Bloodstrap内置了一些标准的按钮样式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下列的这些个属性来给各个按钮设置不同的背景色 按钮组指的是把多个按钮组成一个按钮群组来增加按钮的可用性 今天的例子中我们也会看到它的使用方法 这些网址是今天咱们讲的知识点的官方文档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照 然后今天的原代码我会放到开源中文上 OK 咱们现在进入今天的开发 和以前视频的例子一样 我提前已经把今天咱们开发的模板已经建好了 然后咱们马上在这个模板里面放上几个图标 咱们看一下这个实际的图标的使用方法 我默认的建了五个图标 咱们把它拷配过来 然后咱们运行一下这个Google Chrome浏览器看一下实际显示出来的效果 OK 效果出来了 咱们看到了 有五个非常漂亮的图标已经放在这里了 OK 咱们看一下这个图标的使用方法 首先是一个span 然后是一个classlay 然后写上图标以及图标具体的名称 这样就够了这样呢就会非常简单的把这个图标显示在网页上 好 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图标按钮的使用方法 咱们把这段代码拷配过来 这段代码里面呢会在这个标准的按钮的 踏过里面加上一个这个图标 OK 效果出来了 一共有两个按钮 左边按钮是一个纯图标按钮 右边是一个图标再加上一个文字的按钮 咱们看一下这段代码的写法 首先是一个标准的按钮 然后是一个标准默认的属性 然后在按钮当中呢有一个标准的span图标 然后设上一个左对齐 同时在下面呢写法是一样 只不过是用一个星星图标 然后写上一个文字星星按钮 然后出来就是这个效果 看起来呢也是非常的美观 同时呢也是非常简单 OK 咱们再往下看下面的例子 这个例子呢其实是一个按钮组的例子 咱们把它拷配过来看一下是个什么效果 按钮组简单的说呢 就是把一套相关联的按钮组成一个组 增加页面的可用性 OK 咱们出来了 咱们看到这个地方是左中右 咱们大家想一下 左中右这个按钮呢 这三个按钮呢 肯定是不是独立存在的 肯定是相辅相称存在的 所以呢咱们用这个按钮组的设计呢 就非常的美观 其实呢用按钮组的也非常简单 仅仅是在这个地方加上一个 BTN group来代表按钮组 在按钮组里面呢 这个按钮的写法就是标准的写法 没有任何的区别显示出来呢 就是非常紧凑的这个在一起的一个按钮组的显示 非常的美观 OK 今天的最后一个例子呢 是一个下拉式菜单的按钮组 咱们把这个代码考虑过来 看一下实际的效果 好放到这个地方 然后运行一下这个 Chrome浏览器 OK运行起来了 咱们看到有一个文件按钮 按下去之后呢 出来一个下拉式菜单 这个菜单中呢 包括非常标准菜单像 同时还包括一根分隔线 看起来非常的美观 好那么接下来咱们看看它的实现方法 其实这个空间呢 整体上就是一个标准的按钮组 BTN group 然后 咱们的这个文件按钮 就是这个第一个按钮 稍微设置有点复杂 首先在class里面呢 咱们要设置上一个 Jobudan Tango 然后呢 数据Tango 要设置上Jobudan 是一个下拉式 同时呢 这个按钮的文字 文件 文件的右面呢 有一个下箭头的图标 这都是 设置不是很难 然后呢 这个下拉菜单的具体内容 其实就是一个标准的列表 在列表中呢 这个class 咱们要写上 Drop down menu 是一个下拉式菜单 然后每个菜单项呢 就是标准的一个html的a的链接 同时呢 咱们这个 分隔线 就也是一个标准的这个li 出来的就是这个效果 设置呢 是非常的简单 但是运输的效果呢 就非常的美观漂亮 这里呢 有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就是咱们这个下拉式菜单按钮组 如果要正常运行的话呢 咱们这个bootstrap 这个js的文件 一定要放到 jcreate之后 不加载 否则的话呢 这个下拉菜单组呢 是不起作用的 这一点请大家多注意 其他的呢 就没有什么了 非常的简单 好 今天的视频呢 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次再见